這個全民快檢又不是強制,為什麼你不肯強制 你就叫人報你陰性或者退陽性,至於你說會不會很誠實去報 有孔凡例就說不如這樣,給他一些誘恩 你說除非是很重症那些,否則給你再加隔離,不用帶去隔離設施 這個不知道鄧正會不會他考慮,但是你會見到為什麼你不是強制 那跟平時有什麼分別,不用選四月八至四月十 你可以說數字足在高時,市民多些,根據政府派的防疫包給你 那些發速去檢查室你做多些,一有陽性就申報 其實它沒有分別,主要的原因,可能你要全港七百多萬人 申報結果給你聽,你做不及,系統會塌機,會失車 陰性那些,你要通知我,他搞不定 或者就算你申報給他怎樣分類,或者怎樣去找那些陽性再回覆 要搞很久,不是即日,24小時之內他就做到 這個我相信他是考慮能力的問題,政府考慮低的問題 於是就不是他強制了,那你何必四月八至四月十呢 但他又想急於知道政府滯後的數字,他知道現在百多萬是反應不到他現實的 希望就會找回多些數字出來,這個就是臨急抱佛腳 想追回之前滯後的事,但你追不到的了 有很多,第一已經是好了,可能覺得有些殘餘的毒素在裏面 還有一些可以查到,還有一些退陽性的讓你申報 但你又不像孔凡毅講,給那些有因據市民,是不是這麼多會肯跟你做呢 那林鄭就說,總之如果你家裡沒有了防疫包裏面 你發出檢測劑,物資沒有了,可以去90個那些攤位去拿 這個就問題了,你想一下星期三開始會不會拍了長龍呢 喂,你只是50元,100元那些超市消費券,大多人跟你爭 這樣你又不用拿任何的證明,這樣你政府就想 這是隨時混亂,如果又要排隊,會不會有交測感染風險 那些專家經常說,例如梁子昭這些說,你怎樣去按下它呢 好像現在你安心出人再叫你做那些通知你做強檢 他都不敢找很多人去做,他為什麼,因為怕好像之前那樣 你要排隊幾個小時,即都吸收了教訓 所以這個拿物資,你說免費可以再拿的時候,這個你要注意 第二,還有一些劏房戶,譬如你說沒有人開門 你就放一張紙,拿著一張紙去證明你 當時派給的時候你不是在家,可以拿一些物資 但有時一個單位是有幾個甚至十幾個去劏房戶的 那麼你有十幾張給人呢,這些你政府都是忽視了 總之還有很多脫漏,好像處理先人的屍體,處理遺體 在臨時停私間,衛生署那邊夠冷的,是四度 但業界不止一個,幾個出來說不夠冷的,屍體,屍踏屍 那些文件,平時兩三物,現在有個月都未給你 政府放心,四月初就會清光了,你看很多報道 看東張西網,CNC,星島等等,屍體搭著屍體,屍體會變形 壓到爛了,發霉發黑,你看起來很辛酸,走得都沒有尊嚴 這些是四月初才可以解決問題,為何都要等那麼久呢 殯儀業有好業界講這些問題講了很久,起碼臨時停私間都繼續有這些問題 是這麼多具屍體這樣搭著,你很辛酸,在貨櫃它裡面 早又不起,到你起完時候都盡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為什麼呢,因為你發的那些證件,死亡證 就算你加快了現實的速度,加強了人手火化 它都是加強了這個人手和開放火化的時段,亦都加了 很多細節,你總是很多漏,就正等於給保安、給清潔工前線的津貼 到現在你都盡是漏,譬如這個地鐵、巴士、公共交通的清潔工 私階醫院的清潔工人,即機場那邊,你都還漏 人家的業界,工會出來講話,請願港鐵那邊都幾次 你陳凡都,她說從來不肯見他們,給信你又不回覆 那林鄭都說這些甩漏你會看,講了兩個幾三個個星期 那些甩漏都還未補獲,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你林鄭政府總是做事就很多甩漏 而這些甩漏已經遲了,你還要不修補 那些問題就繼續惡化了,所以為什麼香港市民這麼不滿意呢 這個是因為你一手一腳,你政策和你能力之低所造成的 那全民強檢會什麼時候做,林鄭都說不會不做 但是什麼時候做都說不到,那三位掃工時做 兩位掃工時做,你給他標準,你做不做到呢 現在譬如火箱實驗室,胡定玉那些化驗可以跟得上 這些永遠實行的時候你才知道 上面都說會有舊先人去幫你,現在雖然有很多 就跑去上海,即是那邊他幫忙,你會見到你香港做全民強檢 永遠,現在你會等到它尾期了,如果連那個時候都搞得一塌糊塗 臨走之前,連這件事都搞不定的,即是沒有話好說 上面又說找資源,找人手,你是沒有再藉口去賴的了 但你最主要就是什麼時候會做先,你不知日期但你給個標準 譬如說連續五天,疫情的數字,確診數字,新增的會低過一千,你就會做 即是你的標準都沒有定到它出來,現在你香港政府 為什麼市民這麼難適應呢,無所謂除了招呼令直改之外 是沒有標準,即是等於幾百宗的時候非法譜就要刪 幾萬宗就可以開,這些不是科學來的,雖然你問我 一向都不應該刪,但你政府做事不科學 前天文台的台長,他說為什麼室內的餐廳通風沒那麼好 你就還在開,室外的沙灘通風就好很多,反而要刪 你永遠人摸不著頭腦,你政府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 沒有一個科學的標準去做政策,又不公佈出來 市民又不知,又無所欲從,這些都是,即是你林鄭不夠她三個月了 你真的不要繼續搞得那麼差,全民抗檢,即是市民拜託你 不要大家又要排隊排很久,你真的搞好些在那個時候 因為如果你搞不行,你索性真的想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要搞 或者留給下屆政府去想呢 政府政策矛盾說消費券做例子,消費券 初初財政預算案,他就一定定過他日子和日期 因為免費市民進行,不知幾時有,心不夠定 其實你想市民要心定些,回水現金 這方面死都不肯做些基層的說,我們的錢是要交租了 現在有些借貸到日子,有些借不到錢,很差,你看看 一時這個會的熱線就說那些自殺個案,求助,情緒問題,抑鬱問題 是比上年同期高很多,高一半圍上,不止一間兩間,幾間都出來說 很多又給了不同的建議,所以你不回水現金 是不是這真是令人為澳門都可以派錢,為何香港不行呢 消費券,但同一時間很多行業都未開完,要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都要421,現在4月7日被人說,這些東西就大打折扣 他就有折衷的,長時間七個月,你們不用這麼急 所以這個就是你政府各自為政的問題 其實你林鄭有沒有跟陳某波那邊好好談談呢 為何不出現了一些時期就是我給你消費券 但他可以選擇去光顧的行業也很少,那美容界那些一定是投訴 421之前他已經可以用了,對我們不公平,很多這些 你政府怎麼平衡聲音呢,因為你真的各自為政得很重要 但如果你不宣佈是4月不早點去派,市民國森繼續會哩哩 始終都是香港政府從來是說了很久,中央它指揮 在疫情的時候非常時期,非常手短,那些東西就不會各自為政 不會說在各部門之間的資料又不是互通的 令到衛生署也好,消防署那邊,對於你要不要去隔離 大家說法也不同的,一時消防署說要抓你去捉高彎 衛生署就說你再加隔離,社署那些物資 又跟你衛生署那邊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協調 很多這些東西,說到最後都是你政府 包括你消費券這些,你是泰國各自為政 你政府不能夠在這些嚴重的時期 有一個很快的效率的統一指揮 習近平平排而行出著粉紅蕩蕩 去到現在要暗言宣布,家人就叫你到時候上班,不去連任 你想想林鄭的處事能力,上面想著你林鄭這麼多年經驗一定不會太差 誰知道強差仁義,你林鄭月娥19年的處理 人家大陸好像邵建華這些,我們要堵塞她 不要下下找人的越境過來去抓人 銅鑼灣書店事件不能經常出現,觀感不好 誰知道這件事就因為考慮過香港人觀感 就想叫你林鄭去想辦法,有些人就獻計 有些人就是湯家懷次數最擁者,就獻計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這些本身不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件事 但這些公關的問題,搞到外國領事又見你 你就一意孤行,又不肯好好去釋除市民的疑慮 令到私情惡化,爆發了百多萬遊行 晚上11點那個林鄭聲明是令到私情更加惡化 六一二、六一六,甚至有人以死去做戒嚴 市民失去自己生命,就好像在太古林林傑先生 人家寫明是要死戒嚴他們政府 林鄭是這些全部都是你的劣絕所造成 上面說這麼小的事,你借著陳同佳這件事發酵 可以搞成這樣,即是要上面幫他執首尾,執蘇州市 國安法那些全部不關你林鄭市的,在上面要幫你搞 再加上之後有很多東西都是,這件事已經是這樣 再加上疫情的處理,你可以差到這樣,差到連上面的官員 專家澳門,有時抽理水就說明受到香港的問題有連累 連梁滑緯都這樣說,為何可以差到這種呢?你乾癖自用 不肯即是面對市民的批評聲音,永遠就農著 最厲害就鬥嘴,其他一無是處,這裡幾年全部突顯了他出來 由當日可以平排而行到今天走的時候 連多謝香港市民或者感謝一舉都沒有 你見不到任何建制派聲音要挽留你 除了湯家懷是替你不抵他之外是沒有的 真是獨家村可以做到眾叛親你 你林鄭不過現在你檢討都沒有意思 要檢討的時候你不檢討 還有機會可以改善的時候你就不把握 令事情不斷惡化受苦的不是你 受苦的是香港市民幾水深火熱 你怎對得住香港市民 疫情現在數字其實可以不用那麼高 包括死亡數字你怎對得住家屬 林鄭用千古罪人形容都不為過